大家好 这两天呢 听说一个消息啊 立陶宛啊 关闭了俄罗斯本土 到这个俄罗斯的飞地啊 加里宁格勒之间的路上通道 索金走廊给关闭了 原来呢 这两个地方运货要通过立陶宛的国土 现在呢 只能是海运或者空运了 俄罗斯威胁说 如果立陶宛敢封锁 我这大军也压境 那也不知道他大军都都都在哪儿 可能都在乌克兰土里边埋的 那是不是变法 让那个大牧手变法 变出来这个无数的天兵天将啊 这个胡秀权啊 大贵青妖 是吧 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在东欧 过去呢 叫科尼斯堡 紧挨着波兰和立陶宛 和俄罗斯本土并不接着 所以说呢 它是一块飞地 而且呢 这块地方特别有意思 它在历史上啊 几经易主 当过不少次飞地 所以今儿啊 咱就来聊聊这片地区的历史 科尼斯堡啊 所属的位置呢 过去叫东普鲁士 这个过去啊 普鲁士是一群在当地生活的原始部落 他们的这个也不信仰基督教 1147年呢 教皇尤金三世发布圣誉 号召天主教国家向身边的异教徒进军 1255年条顿骑士团就征服了北方不信天主教的普鲁士人 在这个占领区呢 就建了一个新的要塞 当时他们修要塞都没有钱呢 多亏了这个波西米亚国王 奥托卡二是解囊相助 所以为了表达对这个波西米亚国王的感谢 新要塞呢 就被命名为这个科尼斯堡 意思呢 是国王之山 这些外来人跟当地民族融合起来的之后呢 也被称为普鲁士人 但是呢 他们的族群信仰跟原始的普鲁士人 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而是德意志化的信仰天主教的普鲁士人 有了这个科尼斯堡 条顿骑士团呢 就在那建国了 骑士团团长呢 就充任这个国家元首 跟其他头目呢 一起管理全国20个行政区 等于这个条顿骑士团啊 他作为一个这个骑士团团体 一支军队 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 独立的建立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设计自己的制度 招募自己的百姓 咱们后来说普鲁士呢 是个建立在军队上的国家 其实来源呢 就是从条顿骑士团 这个征服普鲁士建立科尼斯堡开始了 条顿骑士团呢 在15世纪坦诚宝战役当中呢 被波兰打败 当时是波兰和立陶宛组成联邦 就打败了这个条顿骑士团 这样一来 条顿骑士团就被迫向这个波兰臣服 他一向这个波兰臣服啊 整个条顿骑士团就变成了波兰的附庸 那么科尼斯堡呢 就成了这个波兰国王 分封出去的彩艺 就是古代君主分封给这个臣下的这个土地 这个东西叫彩艺 不管是中国呀 包括这个土耳其呀 包括欧洲国家都实行这种 都实行过这种制度 彩艺制 然后波兰国王册封的那个统治者 就被称为这个普鲁士公爵 所以啊 波兰说呢 这块土地是他们不可分割的 这个一部分 其实这个事我感觉就是有点扯淡 因为波兰从来没有管过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呢 即便是这个条顿骑士团国时期 普鲁士公国时期 它都是信仰天主教的 得意志人的土地 再往前倒是原始普鲁士人的土地 跟波兰没有一毛钱关系 就是它臣服于你 你侧封它不证明这块地是你的 就好比说咱们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 在历史上侧封朝鲜 侧封越南 侧封琉球 但你不能说朝鲜 越南 琉球是中国领土 是吧 它这个直接并入中国郡县时期 另说朝鲜 越南都并入中国 有过郡县时期 就是这个琉球可没有过郡县时期 所以你侧封它 你不能说它是你的领土啊 那你侧封这个什么文成公主 嫁过去 你侧封了宋太干部 就说那是你的领土 那不能这么说 那变成你的领土 那到清朝了 元朝清朝 那才是领土 所以这两个概念 因此你像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国 是吧 这个诺曼底公爵是法王的封臣 他征服了英国 当了英国国王 所以法国王说 英国是我的领土 这太扯了 这太扯了 到后来啊 就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德意志有所谓的七大选王侯 其中呢 这个霍亨索伦家族的 柏兰登堡选王侯 就跟普鲁士公爵联姻 这一联姻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叫 柏兰登堡普鲁士公国 这样的话呢 霍亨索伦家族 就成了今天科尼斯堡的新主人 而柏兰登堡呢 在今天的柏林那边发展起来了 两地之间就隔着一个波兰 所以柏尼斯堡就第一次成了非地啊 到了1701年呢 波兰已经不再是强大的国家了 普鲁士公国就独立了啊 就成为了王国 咱们老说的 普鲁士王国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成立的啊 那么这个 柏尼斯堡呢 就成为东普鲁士的首都啊 因为这个普鲁士王国的政体民族 都是从柏尼斯堡发展起来的 因此咱们说柏尼斯堡是德意志民族的发源地 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发源之地 霍亨索伦国王加冕都在柏尼斯堡 这个这个举行加冕仪式 到了1795年 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 柏尼斯堡非地的历史啊 就结束了啊 1871年 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柏尼斯堡呢 就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啊 这种情况一直到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啊 才这个改变啊 在这个期间呢 柏尼斯堡不仅培养出普鲁士的武德啊 还有德意志文明的灿烂文化 你像那个哲学家康德呀 数学家欧拉呀 都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研究发现 那么那个 你看咱们这个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的时候啊 本来呢 按照施力分计划 德国应该是集中力量在西线啊 81个师里72个师对付西线 9个师牵制住东线俄军 结果没想到俄国的这个军队不顾一切进攻东普鲁士 严瞅故都威以 这相当于圣经 故都威以 这才从西线调兵 虽然坦能保一战打残了俄军 但是东线的这个西线的攻势 也就这个这个马恩河一战就被阻止了 就为什么他要从那调兵 就因为东普鲁士是王朝兴皇之地 这绝不能丢失 绝不容有失 等到这个 一次谁在德意志帝国战败 战胜国呢 为了削弱德国 在东普鲁士呢 这个以西画出了一条宽八十公里的波兰走廊 把东普鲁士跟德国本土分离了 这么一来 科尼斯堡就第二次成了飞帝 二战中呢 德国吞并了波兰 希特勒呢 就在东普鲁士建立狼穴一呆就呆了两年多 所以你看这史涛芬贝格暗杀希特勒 不就是东普鲁士干的吗 希特勒这到四五年才返回博林 科尼斯堡啊 在二战之后就被这个苏军给占领了 那斯大林在德拉雅兰会议上就表示过要占领科尼斯堡 如愿以偿之后 苏联人对科尼斯堡就采取了这人口置换的政策 驱逐德意志人 移民俄罗斯人啊 并且呢 修建俄罗斯建筑大力的推行俄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半以上的德国人逃离 其他人呢 这个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城市在1946年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呢 一直是苏联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就最高苏联主席团主席 就相当于国家元首 主要呢 是从事教务工作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就是他的名言 所以他在苏联人心目中呢 一直是这个慈祥爷爷的这么一个形象 跟铁腕的斯大林完全不一样 用来命名这座城市呢 能有效的软化征服感 那么 对于这个科尼斯堡 因为二战的时候也打烂了 战后重建的时候 苏联就拆除了所有跟德意志有关的建筑 改为苏式那种丑陋的 火柴盒式那种建筑 特别是68年 布雷尔涅夫下令 在科尼斯堡城堡的原址上 建立了号称为 苏伊埃之家的办公大楼 就州政府大楼 瞅得不得了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盒子 骨灰盒子的大楼 彻底抹去当地的德意志记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经过苏联 苏联向来是要地儿不要人 把这个地方彻底 你原来生活过的痕迹都给你抹掉 然后呢 完全同化 所以德国人没了 德语没了 这个地方就完全的俄罗斯化了 冷战的时候 科尼斯堡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 禁止一切外国人出入 德国在1990年呢 在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当中宣布放弃这个科尼斯堡 因为德海兰会议德国是没签字的 自此呢 科尼斯堡在法理上是彻底属于苏联了 91年苏联一解体 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科尼斯堡第三次成了非地 这个时候俄罗斯经济凋敝 叶里斯堡就想出售这片土地来换取德国援助 但是呢 德国没接这个茬 为什么呢 因为东西德刚合并 东德的劳动力还无处安放 德国为了这个消化东德要投入2万亿马克 再加上这个科尼斯堡几十年的苏维埃化 当地也没有什么德国人了 你还得再同化这个地方 再给他洗一遍 这太费钱 所以就没接受 自从2004年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 想要往返俄罗斯本土和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公民 就必须事先要取得欧盟签证 才能通过火车等陆路方式进入加里宁格勒 这些年由于苏联控制他这些年 一直把他当要塞 所以当地的制造业始终没有发展 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 俄罗斯就算是对外开放 也吸引不来什么外资 所以加里宁格勒现在是波罗的海盐 最穷的地方 可以说科尼斯堡这一座城的历史 前半段是德意志文明的发展史 后半段是苏联巧许豪夺的历史 不过科尼斯堡是幸运的 因为有那么多西方国家始终在提醒世界 这个地方曾经属于德意志 相比之下 你看那什么海神宛 唐鲁无良海 不光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属于谁 甚至还有人给当年的沙额方啊 说他们是正义的 这个合理合法的 这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 能够这个说出这种话来 尤其你的皮肤是黄的 这个我真是不能理解 好 关于这个科尼斯堡的历史 这个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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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